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Global Express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Branda 秉彤彤 首先呢 在今年的开年之际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也感谢大家2023年对我们Global Express的关注 那今天呢 我还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基金经理及高级分析师Daniel 一起跟我们呢 分享一下2024年对于中国市场的一个展望 哈喽Daniel 你好Branda 可能我觉得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 想先请你回顾一下简要的 2023年那么中国市场的一些投资方面呀 包括政策方面的一些recap 2023年呢 其实说中国市场呢 是做了一个过山车 那先是这个疫情放开 那市场的情绪非常的亢奋 但是随时之后呢 会看到这个其实复苏是不足的 反正在叠加地产以及这个地方债的这个去杠杆的震痛 然后呢 逐渐蔓延到了经济的其他的方面 在叠加了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这个影响 所以呢 在2023年的中国市场的表现呢 是不尽人意的 同时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从地产转型这个方式呢 我们政府呢 是希望用制造业的投资去支撑这个地产的投资的不足 所以呢 导致呢 在很多的一些制造业和一些相应的产业吧 会有一些产能过剩的一个情况 理解 理解 那可能呢 我觉得2024年啊 很多投资者呢 还是会觉得有一些扑朔迷离 无论是在各个维度上 那么呢 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啊 也想请Daniel可能展望一下 分享一下 那我们呢 对2024年中国市场的一个想法 2024年呢 我觉得这个关注点呢 会在成长和通胀 那其实去年的这个经济转型的这一些矛盾都还在 所以一些的这个阵痛啊 和一些转型的压力呢 都还会在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一些亮点吧 比如说海外的美联储加息的这个周期呢 我们相信已经见顶了 同时呢 今年的排阵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这个配合呢 我们觉得也会更加有效 所以呢 我们相信今年的这个 无论是信心还是成长的复苏呢 会是相对温和的 同时啊 现在的这个估值啊 已经非常的低了 反映出市场的已经非常的悲观 所以任何的在政策上的超预期呢 都会让市场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弹 理解了 那其实基于呢 咱们对2024年啊 这个市场的一个展望 那具体回来到一个投资或者是一些这种 相关产品赛道的一个推荐 看看Daniel这边有什么相关的一些建议啊 或者是推荐给到咱们投资者 就是刚刚提到了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周期已经见顶 所以在这个稀差 人民育贬值的压力就会大大的减少 所以呢 比如说像在如果经济刺激不足的情况下呢 那比如说一些港股的高股息的产品 它的优势会大大体现 那如果政府在政策刺激 特别是广义的这个赤字方面 能做得更激进一些 产业政策做得更激进一些 那像一些主题性的 产业性的产品 比如像我们小巨人等其他的科技类的这些产品 我们相信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表现 最后呢 如果假设 我觉得这还是小概率事件 如果在地产的政策 甚至是消费券这些 有一些比较大的刺激的话呢 那这个比较宽机的产品 比如说像MSC China 恒生科技啊 包括我们很多的消费的产品呢 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理解理解 感谢Daniel 那看来我觉得应对2024年的一些不确定性 那Global X这边呢 还是有一系列相关 以及有效的一些产品给投资者 做到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市场的捕捉 那感谢Daniel 也感谢大家的关注 再次感谢大家2023年对于Global X ETFs的关注 下一期再见